记者简慧如宜兰报道, 巨头三十有神明, 宜兰精神要谨记, 政团宜兰人民组合不满宜兰县代理县长陈经德的农地政策, 今天请出宜兰县内三尊土地公到宜兰县议会旁听, 人民组合表示, 三尊神明都是一次就职出圣角, 同意出来旁听, 发起人之一宜兰县议员薛成一表示, 县长想调整农舍兴建位置, 不能再忍受宜兰人民组合请出宜兰县内三尊土地公到宜会旁听, 新任县长的施政报告, 宜兰人民组合发起人之一时代力量林郑芳表示, 我们请来四节福德宫, 原山慈惠寺和宜兰东港福德宫的土地公, 请土地公坐镇听县长施政报告, 了解县长的农地政策怎么走, 林郑芳表示, 向土地公请示的时候, 都是一次就职出圣角, 众神都很关心新县长的农业政策, 提醒执政者和议员, 把宜兰扶持放在心里, 土地公都有在看, 请为宜兰长远的理想来努力。 人民组合中律党中之委吴绍文表示, 现在舆论的走向都变得相当奇怪, 农社管制被操作成老农权益的损失, 管制农社和老农权益并没有冲突。 宜兰县议员薛成一表示, 短短一周的时间, 宜兰县政府在土地政策上有很多变革性的举动和措施, 如果退税但是回归中央法令裁罚, 拆除甚至辅导都好, 但是不能忍受的是, 要定自治条例调整农社位置和面积。 农,地农用并不会谈不动产的建物和状态, 而是农业生产如何更好, 所以人民组合的有志知识年轻人都呼吁宪府, 不能这么消极。 如果同意宜兰以农为本, 更要谈如何永续发展农业, 保存农地面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